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铭,那么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美国各个企业在1922年到1929年的大繁荣里,它的利润不断的增长 净利润平均增长了76% 那么利润的增长又让这些公司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随之上升 股东的收益在此期间增长了108% 更多的人开始把发行新股作为一种发大财的投机手段 不断的向市场发行新的股票,来套取更多的现金 1923年发行的新股总数达到了32亿美金 1927年的100亿美金 20年代美国企业的这种繁荣,社会生产的大幅提高 它就保证了股票价值的持续上涨 但是随着投机行为的出现和膨胀 股票的上涨从1925年起就超出了它能够承受的范围 日益繁荣的股票市场 是今天买进的股票明天一转手就可以捞到一大笔钱 这使积累了相当资金的各家公司 发现投资股票市场要比生产投资更快的盈利 他们逐渐的就把钱交给了股票经纪人 由他们把这些钱带给那些需要更多资金 进行股票买卖的人 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把越来越多的 并不明白股票市场的人拉进了投资市场中 股票经纪公司纷纷在各个小城镇和大学校园 附近开设分支机构 工厂的工人擦鞋匠招待生 甚至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还有那些并不十分渴望进入股市的人 都会在经纪公司的说服之下 冒险的把他们的积蓄投入到股票当中 来获取转眼就可以获得的财富 这是意味着每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 要比社会犯罪或者是国际事务更多的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大约有60多万个股票经纪的账号 估计有超过150万人投入到了抵押交易中 这足以培育出疯狂的投机行为 这种新的被称之为抵押交易的购买股票交易中 公司经纪人和进入股市的这些主顾们 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 只要其中的一环出现问题 就会引发整个危机 他们都想从股票中捞取好处 但没有一方是实实在在的 为股票的真正增值而努力的 这样投资就变成了投机 泡沫越吹越大 那股市的繁荣呢 在泡沫上危险也就迅速的增加 由于这三方面的联合 使得美国国内的资金在1927年之后 大大量的流入股票市场 促使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 越来越偏离它的实际价值 股指呢 不断的攀登新高 成交量不断的放大 市值到了1925年 达到了270亿美金 1929年又升至670亿美金 资本的收益呢 从1923年的32亿美金 上升到了1927年的100亿美金 成交量在1923年的时候 是2.63亿股 到了1927年 放大到了5.77亿股 国家的私人净债务额 也从1920年1060亿美金 增加到了1929年的1620亿美金 那么在看到股票上涨之后 投资者并没有把股票套现 他们还想赚更多的钱 同时呢 他们又因此以为 自己已经确实拥有了这笔财富 所以呢 他们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不断的买公司 掩盖了当时经济运行中 购买力不足的这个实际问题 美国国内早在1926年 就有人看到了这种疯狂暴涨之后的危机 1926年的秋天 伯纳德巴拉奇 在给马克沙里文的信里是这么写的 毫无疑问 经济将达到他的发展顶点 我们在汽车 钢铁 铁路的报告中 所看到的 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凡农能证明 而不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未来 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东西 是一种明智的方法 它能很快的促进经济的增长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同时 它也会被过度利用 而现在恐怕已经过度了 但是股市的泡沫 还在继续的膨胀 1928年10月 新股中的泡沫 达到了51美金 到了1929年 这种担忧变得更多 1929年3月 国际兑换银行主席 保罗华伯格 警告说 如果继续放纵 无节制的投资行为 使其继续发展的话 最后的崩溃 不仅必定会影响投资者本身 而也会引起一场 把整个国家 都卷入其内的大萧条 1929年9月5日 罗杰·巴伯森就预言 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它可能是一场 十分可怕的危机 道琼斯指数 可能会下跌60到80年 然而所有的这些忠告 都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狂热的投资者 无法接受 危机即将到来的预言 甚至当纽约时报的 资深的财经编辑 亚来山大 诺伊斯 预言不断上升的股票 和经济的繁荣 将会崩溃的时候 就被人谴责为 是试图玷污 或者停止美国的繁荣 当十月来临的时候 这个时候经纪人的借贷 已经达到了 60亿美金的水平 那么在这场 股市的投机中 共和党政府 依然坚持 其自由放任的执政原则 从1921年以来 联邦储备委员会 和贸易委员会的权力 被明显的削弱 他们所具有的 对经济和金融的调节作用 无法发挥 在关键时刻 美联储不能决定该做什么 尽管1926年1月 商务部长胡佛 曾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对分期付款消费的过度 发出了警告 甚至还指责 联邦储备系统的 宁根放松政策 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 克里芝总统 或者是财政部长梅龙 接受他的观点 因为这两个人本身 也陷入到了投机活动中 据说克里芝总统 曾经以32美金一股的价格 从内部购买了 标准商购公司的股票 3000股 当他退休的时候 这种股票的市价 已经涨到了40美金 1927年 联邦储备银行主席 本金明·斯特朗 宣布贴线率 从4%降到3.5% 联邦储备系统 继续执行 放松银根的这个政策 对各地银行出现的 投资坏账 停止认知 世界上当时没有任何一个 工业化国家的银行系统 像美国这么不稳定 不负责任的 一位作者这么写道 银行为他的顾客们 提供了除了 汽车轮子之外的所有东西 这是一种新的 不是由银行家组成的银行 看上去更像是 证券推销商 银行的推动 就助长了股市的投机行为 也使银行内部的 不良资产不断的累积 过度膨胀的泡沫 总有破灭的那一刻 1929年夏天 美国股市出现了 大规模的波动 大规模的股市崩盘 已经不远了 尽管1929年初 为了防止坏账率的进一步提高 联邦储备委员会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 不断施压之下 同意对其下属银行 发出警告 不要再借款给投机活动 但是经济运行中 衰退的迹象 仍然在夏天表现出来 对拉动美国经济 起了关键作用的建筑合同 首先开始大量的减少 全年住宅建设投资 降到了2.16亿美金 比1928年减少了十多亿 国内商品的存货增加 从1928年的5亿美金 上升到了1929年的18亿美金 在消费速度方面 也表现出了购买力的严重下降 1927年到1928年 曾经增长7.4%的消费速度 到了1928年到1929年 下降到了1.5% 对此呢 当时美国联邦政府 并没有能够采取 迅速有效的防范行动 却在提高银行贴线率 到6%的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以美联储的阿朗夫米勒博士 摩根集团的鲁塞尔·拉夫音味尔 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 认为应该提高贴线率 以使股市的膨胀速度放慢 但是福斯特这些扩张主义者 则认为限制性的政策 可能引发通货紧缩 短期内提高利率 可能会是真正的投资 在投机之前 就已经放慢速度 而当时美国的总统胡佛 则关注于农业和关税问题 也没有能够及时的做出反应 所以当8月份 美联储最后同意 6%的贴线率 采取强化紧缩银根的政策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时机 不能起到任何的调节和缓解作用 连续6年的股市上涨的行情 使人们对于政府的这个举动 没有产生任何的注意 股指继续冲高 9月份股票的平均价格 达到了最高点 而危机已经到来 9月份股指出现小幅的下跌 但进入10月之后 投资者仍然相信 股指会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10月23日 纽约证交所在收市之前一个小时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 多方大量抛售股票 导致价格下跌 华尔街震荡 崩溃已经开始拉开了序幕 10月24日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 股票价值骤降到可怕的程度 极度出现 不管多方以什么价格抛售股票 都没有买家的局面 中午呢 华尔街的大银行家紧急的见面磋商 决定每人出4000万美金 联手干预 这样一度恢复了股市的稳定 当天收盘的时候 交易量接近1300万个 10月25日 为了稳定市场 银行家 经济学家 财政部 白宫都发表声明 说最可怕的阶段已经过去 美国总统胡佛说 这个国家基本产业 也就是商品的制造和分销 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繁荣的基础上 他这么说是希望美国人放心 股票价格因此在周末得到了控制 但是在歇市期间 银行家为了加强其自身 抗拒更深危机的能力 把他们在23日所买进的股票 悄悄地返回了市场 这就使经纪人 不得不向那些借贷者追债 整个周末 人们心理上的恐惧 在不断的扩张 10月28日一开盘 就爆发了新的震荡 一天之内 通用汽车的股票 在票面上损失了20亿美金 股市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收市 10月29日 股市再次出现多方销售的局面 经纪人 持股者 以任何能够得到的价格 抛售股票 中股交易量达到了800万股 收盘的时候打破了纪录 达到了1600万股 尽管爆戒在30日 再度发表了乐观的评论 看好股市的未来 但这只能是最后的幻想 随后的几个星期 美国的股指持续下跌 根据估计 纽约证交所 在这次股市的崩溃中 其上市股票的市值 下跌了至少40% 损失达到2600万美金 下面是当时股票下跌的一些例子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最高价格310.25美金 最低价格193.25 缩水率37.7% 美国城市服务公司City Service 最高价格68.5 最低价格20 缩水率70% 电力证券股票 最高价格189美金 最低价格50美金 缩水率73% 通用电器GE 最高价格473美金 最低价格168美金 缩水率58% 通用汽车GM 最高价格91.7 最低价格33.5 缩水率63% 美国收银机公司 最高价格114.75美金 最低价格26美金 缩水率77% 美国矿业冶金公司 最高价格72.8 最低价格29.8 缩水率59% 美国钢铁公司 最高价格261.7 最低价格150 缩水率42% 那么股市的大规模崩盘 就只是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 克里斯政府时期的副总统 查尔斯·道威斯 崩盘之后 在他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对我来说 目前降临的灾难 比美国任何其他时候 更加强烈地传达了一种信号 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仍然是少数 很多企业界人士也认为 它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警告 像对于亨利福特来说 他认为 情况已经比昨天好转 纽约国民银行的副主席 乔治·罗伯特则认为 并不存在着什么大的经济失败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迹象 现在的各种情况 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适合于永恒的繁荣 而作为美国总统的胡佛 虽然意识到 这场股市危机背后 所隐藏的购买力不足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低下 私人债务积聚 银行系统疲软这些问题 但他的担忧 并没有让他采取有效的行动 在对外借贷扩大 家庭分期付款 消费增加 农业萧条这些问题上 他的行动 只是让情况更加的恶化 而一场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经济危机 已经不可避免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也承受了一夜之间 从繁荣的顶端 跌入危机深渊的这种痛苦 痛定思痛 无论是站在什么角度进行分析 最大的问题 应该还是潜藏在 繁荣表象之下的 严重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像美国的经济学家 斯多尔托·恰斯 他就归纳了十二种 没有享受到当时美国繁荣的 那就是大西洋沿岸中部 中央东北部 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人 还有就是农民 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 包括小业主 独立的店主 专业人士批发商 失业者 以及煤矿业 纺织业 制鞋业 皮革业 造船业 铁路设备业的从业者 和大量破产的企业的 非熟练工人 这从一个侧面就揭示出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运行中 存在的不平衡的现象 美国二十年代发展的不平衡 集中表现在收入的分配 和产业发展这两大方面 繁荣中的不平衡 首先体现在收入的分配问题 统计表明 1923年到1929年间 与企业利润增长62% 股权收益增长65%相比照 工人的工资只上涨了11% 1929年美国71%的家庭的年收入 低于2500美金 3.6万个最富有家庭的收入 相当于1200万户 年收入低于1500美金的 家庭收入的总和 也就是42%的美国家庭收入 加起来 才抵得上这3.6万个 最富有家庭的收入 1929年年收入超过 1万美金的人口数量 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3% 可他们却拥有高达100亿的储蓄 占全部储蓄额的三分之二 收入分配的这种极度不均 就引发了贫富之间巨大的差距 再加上当时美国财政部长 梅龙的税收政策 强调减轻的是富人的负担 而不是消费者 这就是大量的资金 积聚在少数人的手中 因此呢 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 产出大量商品 投放到市场上的时候 普遍的民众缺乏足够的购买力 来吸收这些产品 1923年到1929年间 美国工人每人每小时的产量 增加了32% 工资只涨了8% 他们的收入水平 使他们没有能力 购买更多的东西 而那些有实力购买的人 对于产品的需求 毕竟是有限的 这就影响了经济运行中的 现金合理的流动 收入分配上的问题 使生产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距离 日益的扩大 但它被股市的繁荣 和分级付款盛行之下 虚假的购买力所掩盖 而企业的高度集中化 所引发的价格系统敏感度的降低 又使这个问题 进一步的被人们所忽视 那么美国繁荣中的不平衡 更加明显是体现在 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上 关于这方面的不平衡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看